agent 好我们来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呢在a我们就发成a的音 第二个音节的母音呢在e我们发成短母音的音 中音节若在第一个音节整个字我们就念成agent agent 好那agent呢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特务来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a special government worker or spy 好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政府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呢它是国家里面的公务人员的其中一个 或者就是spy就是所谓的间谍 那这个特殊的工作人员呢或者是所谓的间谍呢 who goes on secret missions how goes on 这边我们可以把它翻成从事 他们呢从事呢一些秘密的任务 mission是任务的意思 所以我们知道呢 汤姆克鲁斯很有名的一个好莱坞的演员 他演过一系列的影片电影 就叫做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中文就翻成不可能的任务 好或者呢是那些人哪些人呢 who gets in secret information 好他们会了去获得一些秘密的一些资讯 关于other country's governments 关于国家的政府的一些秘密的讯息的这些人 好我们就中文翻成特务 英文就念成agent 好我们来看例句 as a secret agent James Bond often has to spy on foreign government officials without getting caught 好我们看这个例句 好这边呢 as呢一开始呢我们中文 要把它翻成所谓的身为 好身为什么 我们知道这个as当作身为的时候 它是一个介系词 它当作连接词的时候意思有很多 可以当作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也可以当作因为 你要看它的结构 好还有看它的 是自己本身所扮演的角色 来决定这个as当作什么意思 那在这边因为它单纯的 接了一个名词 所以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身为 好那身为了一个秘密的特务 好所以这个agent这个字 通常会跟secret这个字呢 放在一起 就secret agent 就是特务的意思 好那这个人就是鼎鼎有名的 英国的情报员007 我们英文就念成James Bond 好他说他often has to spy on foreign government officials 他必须要去监控监视 好片语我们就念成spy on 中文我们就翻成监视 监视那些呢外国的政府的官员 好这officials就是office 把e去掉再加上al变成官员的意思 without getting caught 好这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而没有被抓到 好这个get caught的 caught 我们知道呢 它是catch 好它是这个字的过去分词 好就是被捕获 而没有被捕获 好那agent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特务之外 在名词当作可属名词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它可以当作企业政治人物的代理人 或者是经理人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 since our travel agent hath arranged all the flights and hotels for us we didn't have to make any bookings ourselves 好 since since这个字 好这一次呢 你会发现它后面接的是一个主词动词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连接词 在这边我们就把它翻成鱿鱼 好鱿鱼我们的旅行代办人 好那旅行社 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做一个补充 好 travel agent指的是代理人代办人 had arranged 它已经安排了所有的航班 flights 这边指的就是航空公司的航班 还有旅馆 帮我们都订了航班跟旅馆 所以呢 we didn't have to make any bookings 我们就不需要去做任何预定的动作了 好所以我们说做 我们要去预定 就是make a booking 这边呢是接的复数 make any bookings ourselves 就是我们自己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gent这个字呢 我们把t去掉改成cy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agency 它当作名词指的是服务机构代理机构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旅行代办人英文念成travel agent 那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个叫做travel agency 它的意思指的就是旅行社 所以呢我们要出国去旅行 需要有人帮我们带定 我们就必须要去travel agency 指的就是旅行社的意思 好的我们来看例句 large companies often rely on employment agencies to help them find the right person for the job large companies 好指的是大型的公司 他们必须呢要依赖 好这个片语 才能看到rely on 好那我们知道呢 rely on这个片语呢 其实还有另外几个蛮像的同意字 同学呢可以顺便的记一下 例如说这个depend on 或者是另外一个也蛮常看到的 叫做count on 它的意思都是主谓的依赖的意思 好他们必须要去依赖呢 employment agencies 指的就是人力仲介机构 我们英文就念成employment 指的就是聘雇的意思 跟呢那个工人啊 或者员工聘雇相关的 英文就念成employment 好所以employment agencies 指的就是人力仲介机构 好找他们来 依赖他们来做什么呢 to help them 帮助他们 find the right person 好找到呢 适当的人 好这个right 指的就是适合的 适合的人来做 某一项工作 ok 好所以这个字 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次 agent名词 特务代理人经理 agency服务机构 代理机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